明天好政策会执行长王一川 自曝政府通讯监控 在野党立委气得大骂 结果也在网路上掀起了一片骂声 好 网友立刻严余说 注意你正在被民进党监控 但是有网友是猛酸开说 合理啊 毕竟钱都已经洒出去了 当然要监控有没有巧斑 好 另外也有网友痛骂 如果真有这门技术的话 怎么不赶快去抓一下诈骗手脑的所在位置呢 对于网路上接近炸锅的声浪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 不清楚王一川的资料从何而来 不过内政部主管人口统计 是完全没有个人资料隐私的问题 民进党政府到底监控人民多久了 监控人民就是民进党长久以来的政策吗 注意你正在被民进党监控中 真有这门技术怎么不去抓诈骗手脑位置 我觉得我们要尽速在我们江湖委会 成立相关的调查委会了解 到底有没有绿色恐怖这件事情 按照王一川的说法 民进党的中央已经掌握这些数据 这是党国部分 王一川执行长公开的全国国人面前承认 民进党用这个方式 用通讯的来侦查所有百姓的克制 我们在国会会展开一连串的调查 务必让人民的隐私能够得到最终的确保 如果是有掌握到民众 他的社会行为甚至政治倾向 以及甚至经过比对 还可以知道他参加过哪个活动 没有参加哪些活动 我想这样在民主国家 都是违反人权 违反各自以及相关隐私 我认为是很不应该 而且违法一律 这样子的无中生有的方式 透过了政论节目 再来到立法委员 进行这样子一连串的 一条龙式的抹黑 政论节目为了要帮执政党来护航 为了要遮掩 他们动用了违反各自的行为 侵害人民的权利 然后去监控人民的行动 这样子的行为 他们要来护航 所以才在无中生有来造有 党监控人民 律处这下子就无事装死不回应了 我不清楚王毅川先生 他的资料从哪里来 而且跟我们内政部所在主管的项目不太一样 所以我并不清楚 他的资料是从何地来 要请教他本人才会知道 这时候律处又要转弯说 没做坏事干嘛怕被监控 赖皮聊真的是独裁体制 上街都要列清单 内政部有处理人口统计 那人口统计的资料的话 它是一个去识别化 然后只是在看一下说 我们在产业分析 职业分析上面的一个区别 所以在里面完全没有任何 有关个人各自的问题 那这个大概其他的县市政府 像台北市也有 他们有所谓的大数据分析 那内政部只是在人口统计上面的 处理有关人口统计业务上的 推动跟研究发展 好不过针对这个王毅川 他自己爆料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还要看一下 台大国发所的所长刘静宇 他在脸书连发了至少七篇的贴文 同时也有转贴相关的新闻直言 简直是蠢到爆表的地步 好当然针对这个王毅川的部分 究竟他是讲大话还是说实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联合报 在今天的分析有提到 其实王毅川向来是伶牙利齿 但是这一回却一反常态 竟然是神隐了 当然事关人民各自安全 还有国家机器是否监控你我 王毅川不仅不应该躲起来 政府更必须要交代清楚 这些资料到底是从何而来 人民应该要知道真相 只不过现在北减已经分他次案 要来追查王毅川是否涉及不法 时事评论谢寒冰分析了 王毅川的说法根本就是自证己罪 再加上相关的公家单位都在撇清 因此谢寒冰他也吞落 王毅川的几个下场 甚至还建议他说 那天在节目上是起击胡说八道 现在王毅川就是几种嘛 要嘛就是你承认是国安单位给你 那要嘛你就承认说 你违法取得了这些资料 就是你去跟这些民间公司拿地下资料 那这间公司要倒大 就是这样 要嘛你就承认 你要嘛起党要嘛是胡说八道 就是这样 你只有这几条路了 他只要讲说 我当天在讲什么 我有讲话吗 我当天可能被附身了啦 那个不知道可能神太柱啊 还是什么 王母娘娘我不知道啊 你去问他啊 你拨背了 他大概只能用这种方式脱水 不然的话 因为这是完全的自证己罪 今天除了卓冠廷跟吴征 吴征是顾索又而言他啦 然后所有的部会 内政部警政署 然后NCC一大堆这些部会 每一个被问到全部都说 我们这个单位不会干这种事 那别人会不会干我不知道 那商业行为我不了解 他只好这样讲 其实张荣兴喔 警政署长 你今天这个回答是错误的喔 你不能不了解 因为有人做从事办法的行为喔 你警方要主动去追查的喔 你不能告诉我说 商业行为我不清楚 这种东西没有不清楚的事情 你是警察 然后述发部呢 这没有你的事吗 NCC你也是该管单位啊 其实好几个单位都有事 现在是每一个都撇得很轻 王毅川啊 你光看到这些单位都撇得很轻 你就知道大家救不了你啊 所以我良心的建议喔 你现在赶快再去提订一次 问问看哪一个哪一尊尊神 还是哪一个王爷能救你吗 如果救不了的话 那我劝你干脆真的就去当鸡同 好针对这个事件呢 NCC已经说了 NCC是没有办法直接约谈王毅川的 对于资料如何取得 是否真实要去问王毅川 不过呢 NCC会发函给三家的电信业者 启动行政调查 另外NCC也接获有人针对 三例的节目检举违反事实查证 电视台有无事实查证呢 内容处也会来做调查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